热情 理想 实践 从小到大 校长给我感觉是 年纪都很大 然后呢 也很严肃 可是今天来到我们名人访谈的这位嘉宾呢 也就是台湾明道大学校长汪大勇校长呢 就不一样了 校长给我感觉到是非常年轻 然后呢 也保养得很好 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秘诀 你好 景彩 是 你好 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到5G来接受这个访问 其实我是觉得教育工作 是一个在第一线跟着年轻人 跟着老师一起成长 所以我觉得年轻是一种心态 如果说你知道我的年纪 你不会觉得我是很年轻 那时候还表判不出来 哪里 对对对 所以我在办教育的过程里面 我采取的一个态度就是说 我跟着年轻的学生一起成长 因为我必须体验他在成长过程所遭遇的问题 才能帮他找到解决方案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当我的这个位置跟他们一样高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年轻了 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从年轻学生身上得到一些很多的活力 就是因为看到年轻人 那自己也会变得更年轻 所以我从来不把我自己当作一个教育行政者 我一直把我当作一个跟学生在一起 是他们的老师 是他们的这个辅导者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开始这个校长的工作 1994年我是在我父亲这个退休之后 我父亲是创办了明道中学 在台湾最大型的一所这个私人中学 所以在那时候 我原来是在美国能源部工作 所以在那时候我就回到台湾来 在我父亲这个退休之后 因为我是我父亲的长子 所以我就决定接下来父亲的这个志向 继续发展教育 所以从9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那这个台湾明道大学有六个字 就是台湾明道大学的精神 如何套用在校长身上 那六个字就是理想热情还有实践 倒过来 是热情理想实践 对 怎么把这六个字套在校长身上 我来说说看 这个六字怎么产生的 其实在这个应该讲十一年前 我们开始筹备这所大学 我们筹备了三年 以及到现在就是半学办了八年 我是从这个学校的这个 白纸上的第一个字开始 就接了这个筹备工作 当初我是这么想法 这个人生有多少的机会 有机会能够从零开始 创造一个大学 我把握这样的机会 所以说办教育的话 你必须在这个ground zero 你要为未来百年的这个教育体制 建立它未来的校风 这个东西会是世世代代影响学生 所以当时我就想 我既然我来办这个教育 我的这个人生观 跟这个学校人生观 一定可以产生互动 这个互动如果说能够经过 很准确的引诫给学生的话 我可以影响到很多学生 所以我想问我自己的人生观 我自己的人生观就是 永远怀抱的热情 永远不放弃追寻理想 永远要求我自己 我一定要实践我的梦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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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